哈喽大家好 这两天国内又有一个非常让我哭笑不得 而且有点魔幻的事情发生了 那就是国内有一个四千万粉丝的网红 猫一杯被全网封杀 而且事件中有大量的中国媒体 公安还有记者去报道 甚至还去调查出入境证明 只为了去寻找一个一年级八班 丢了寒假作业的小学生 当然了这个小学生肯定不是我们伟大的习主席 所以今天这期呢 我就简单的讲一讲猫一杯事件 我会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简单的说一遍 方便那些不明真相并且想吃瓜的朋友们 当然了最后我还会谈谈 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猫一杯是谁 其实呢我也不知道猫一杯啊 出了国以后 我几乎就不怎么看国内的视频网站了 但是前几天我在微信里 看到铺天盖地的一个叫猫一杯道歉的一个短片 在朋友圈被疯狂的点赞 大家好我是猫一杯 之前我在网上发布过一篇 小学生勤朗巴黎都寒假作业的视频 这件事完全是我编造的 我在这里要给大家道个歉 对此我深感愧疚跟抱歉 然后我就一脸懵逼啊 开始去翻译一下他到底是谁 毕竟当时我其实想着 也许能靠这个水一期视频 对不对 nice 于是在我的一番调查以后呢 我也看了一些他制作的短影片 我给他的定位呢 就是搞笑类博主 偶尔会有一些搞笑的剧本整活啊 而且他非常喜欢创作Vlog形式的一些短片 但是感觉有一点点的那种剧本痕迹 虽然我本人觉得他的大部分短片 其实并没有特别好笑 之后我还陆陆续续出过一些作品 但是不能否认啊 在中国国内还是有相当多的人 喜欢看这个叫猫一杯的小姐姐的 毕竟他在全网号称也有四千万粉丝了 其实有很多人喜欢猫一杯 我觉得我也并不怀疑 因为我在美国就遇到一个朋友啊 他非常喜欢看国内的那种 抖音里面的土味视频 还一个劲的要拿出来给我看 还要问我哎怎么样怎么样 好笑吧好笑吧 话说回来啊 而这次事件的起因 其实就是因为猫一杯发了一条影片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猫一杯这个小姐姐啊 在法国的一家餐厅 拿到了两本寒家作业 寒家作业上面写着 一年级八班情郎 随后呢猫一杯就翻开了寒家作业 发现这个叫情郎的小朋友啊 只字未写 于是出于节目效果 就去买了铅笔帮情郎写作业 当然了整个故事里面 还有很多梗啊 大概就是这么个故事 其实在我看来啊 我感觉整个影片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剧本痕迹的 但是在中国的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啊 不整活真的很难有流量 甚至据我所知啊 五六年前的国内短视频生态里面 一些打假的影片啊 其实都是剧本 所以很多观众 尤其是喜欢看短视频的观众 他们并不在乎影片的真假 大家无非就是工作太累 想看一下片子 产生一些多巴胺 所以这种在我看来啊 并没有太多实质内容的短视频 在国内的平台还是非常的火爆的 其实也别说在国内了 在全世界现在TikTok也挺有毒的 我感觉 但是万万没想到啊 就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意义 只是为了分泌多巴胺的一个影片啊 随着猫一杯在全网发布以后 大家似乎对这个故事都深信不疑 开始全网寻找这个叫晴朗的小学生 然后啊 微博上抖音上 中国的各大平台啊 出现了许多人去打电话给小学 问有没有晴朗这个人 最后这么折腾下来啊 大家发现好像并没有一个叫晴朗的小学生 甚至随后公安调出出入境 也没有找到去法国叫晴朗的小朋友 然后网络上就猫一杯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剧本 还产生了一些骂债 其间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啊 一个号称叫晴朗舅舅的人 在网上发声 随后啊 被发现他只是为了蹭流量 当然了 最后也被中国政府行政处罚了 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个时候啊 已经有点失控了 但让我觉得魔幻的是啊 这么点屁大的事情 至于上微博热搜吗 公安真的闲得没有事做吗 最近国内真的没有其他新闻可以报道的吗 几乎所有的平台 还有一些官媒啊开始纷纷转发这件事情 然后呢把这件事情顶上了热搜 事情最后发展到这个地步啊 其实我觉得如果猫一杯直接隐身 不用去管这件事情 可能也不会遭遇后来的全网封杀 因为你要知道啊 在中国任何事情 时间一过啊 热度一退 再大的社会新闻都能虎头蛇尾 互联网时代 大家无非都喜欢吃瓜 对于结局的探究其实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但是猫一杯这个团队啊 或者说猫一杯这个小姐姐啊 选择继续作死 开始声称啊 自己已经找到了晴朗的妈妈 并且让大家不要再去讨论这件事情了 已经联系上对方的妈妈了 大家也不用再找了 沟通下来对方不愿意出庆嘛 那我们也不好去带人家的生活 那么这件事情到这里 我们也算圆满结束了 其实猫一杯这个操作 我个人的解读是他或者他的MCN啊 最后还想蹭一下这件事情的热度 但没想到这一蹭啊 就导致了他被全网封杀的命运 随后没过多久 猫一杯在北京时间4月12日 晚上的7点左右发布了道歉影片 而且几乎同时啊 央视发布了猫一杯的这个事件的通报 所以我敢肯定啊 猫一杯在发布道歉影片之前 肯定是被警方喝茶了 他们两边都对好了口供 然后一起把这个道歉的东西发出来 随后呢 猫一杯和他的策划 也同样获得了行政处罚 以上呢 就是我个人为猫一杯事件的一个简单的整理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呢 欢迎网友朋友啊 能够留言指正 我会给置顶 当然了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肯定和我叙述的大差不差了 随后呢 央视媒体还有其他的媒体啊 就开始纷纷报道 国家啊 应该打击虚假摆拍 新黄色新闻 这里注意啊 中国政府居然把猫一杯发的这个短视频啊 定义在新闻里面 那接下来呢 我就谈谈我自己的看法吧 其实对于这件事情啊 我有两个点想说 第一点就是猫一杯为了流量 编写剧本 这个做法的确不对 说实话 我也并不喜欢看他的小视频 但是那些享受着这波流量红利的官媒 一个个不查证 直接在中国内网 把这件事情吵得不可开交 真的他们就没有一点点责任吗 把一个搞笑博主的段子 报道成新闻 虽然普通人可能没有办法分辨 但是你们这些官媒 也没有办法分辨吗 也不去查证吗 最后导致中国内网因为如此荒诞的一个故事 被推到了整个微博的热搜 这里我打个比方啊 就比如说微博有一个叫清风侠的号 中国青年网短视频官方媒体 人家是官方媒体 居然连查证也不查证 直接以新闻的形式啊 在微博上传播猫一杯的这个短影片的这个故事 而且我说的这个清风侠这种官媒啊 在这次事件里面只是冰山一角 所有这些享受到这波流量红利的官媒啊 在本次事件中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 哪怕连口头的批评都没有 然后第二点呢 我想说的就是 国家到底应不应该动用政府的力量 去打击虚假摆拍 什么新黄色新闻这件事情 首先啊 央视把猫一杯的短视频影片 分在新闻这一栏啊 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妥 有待商榷 其次呢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的言论自由的尺度 往往是对于一个谣言的容忍度 对谣言的容忍度越高 国家往往享受着言论自由啊 也越高 这在我看来可能就是 言论自由需要付出的代价吧 在此次猫一杯事件里面啊 我没有看到对社会安全造成任何不良的后果 而且如果抖音啊 哔哩哔哩这些平台方案 对猫一杯进行封杀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但恰恰我觉得央视是最没有资格说打击虚假摆拍的 当年太极大师雷雷 在央视上花钱 上节目 造假表演 太极气功 这些都已经是实锤的新闻了 对吧 央视死活不认 真要论造假 我觉得CCTV你造假的能力 真的比那些网红厉害多了 是不是啊 二百金麦子 十里山路 我不换奸的 当然了 这也是中国的国情吧 对吧 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而且在我看来啊 其实在一个已经几乎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 国家打击虚假摆拍啊 真实的用意无非就是加强对言论的管控 以央视如今的这个逻辑啊 可能再过个十年 是不是未来所有的伪记录片形式的电影 也不可能在中国上映了呢 然后迪斯尼动画也不可能在中国上映了嘛 毕竟都可以扣帽子说你这个是虚假摆拍 对不对 随后呢 我们伟大的样板戏时代可能就要来临了 最后啊 如果我还在国内的话 我肯定会去把CCTV的那些假唱节目 还有一大堆虚假宣传的新闻啊 一并收集起来 扛起红旗 去打红旗 举报CCTV这种双标的行为 我觉得呢 这个流量应该也不错 当然了 我也知道有不少人说贸易杯 他其实是爱国粉红啊 被回力标打到了 其实这些都没问题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观点 也可以选择自己要抵制的人 对吧 这些都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该有的 而不是国家层面的去封杀一个网红 好了 以上就这期不正经的杂谈 大家如果有不同的看法呢 也欢迎留言 喜欢我的 记得点赞订阅我的百人大台 一只赌博厨 感谢您的观看 祝您每天都过得愉快